大家好,今天呢又要到了陆空瓶记的时段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吧,现在就开始咯 第一样东西呢,是我用的一个棉花棒 那我买第一次去那个婴儿用品商店的时候呢 就买了两罐,第一罐用完了呢 所以我现在就把收纳我的唇釉啊什么的 然后呢,现在再开始再用第二罐 这个棉花棒质地真的很好 它就是非常的小,很细,质地很紧 所以呢,因为很小嘛 所以它就是很容易把你化妆如果化错的话擦一擦 然后呢,卸妆也可以用,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我就又这次前两天又去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装 就是500个的,更便宜一点 好,那下面一个呢是在网上买的一个日本的产品 是一个玫瑰的那个化妆水 我觉得这个化妆水虽然是很便宜 然后呢,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也说不出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就是用完的时候是因为我就是洗完脸以后 我第一件事就用这个擦一擦做二次清洁 但是我没有说觉得说我的皮肤有那么有那么的保湿 或者说有那么的就是毛孔缩小 所以呢,我不会回购了 第二,下面一样东西是一个洗手的罩 本来我是买这个Dove的一个洗手罩 因为它说你的皮肤如果是敏感性的 也是洗得很干净嘛 但是我是觉得洗了以后蛮干的 而且有的时候洗的时候觉得会弄到眼睛里面很疼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用它来洗手 你也可以用它来洗澡 但是我现在是用它来洗手 它还有很多就是很好的滋润 说是有那个很好的滋润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它来洗手 下面一个呢,就不用多说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嘛 这个是玫瑰的味道 其实很多时候用这个嘛 就是很容易帮助我入睡 但是因为很早,就是很快就入睡了 所以呢,就没有说真正的去享受 说这个有多好用 但是我还是会一直购买这个东西 特别是我想说等宝宝出生以后 我一定会非常的累 所以呢,晚上睡不好的话就戴一个这个 我眼睛可能会看去不是那么累 那我是很喜欢戴假睫毛的人 因为我的睫毛真的是很短 那这个假睫毛呢,就是非常的好 我以前也在我的视频里面讲过 是这个KISS的三号型号的 我一般会戴一副 一个月戴一副 因为我平时在家如果没事的话 不会戴假睫毛 所以其实用量不是那么多 就是一个月不一定戴三十次 所以只要你怎么样 就是清洁好你的睫毛 其实把它放在盒子里面 其实你可以戴很久 好,那下面呢 就是我那个现在在怀孕吃的那个 那这个维他命就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是配在一起吃的 每一天吃这样两粒 一粒一定要有那个DHA的 我是在美国的那个BJS买的就是很划算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吃了这个以后呢 我觉得我的头发就是长得特别快 特别长 然后呢,就是长得也非常的健康 然后呢,对指甲 对你的皮肤其实都应该有好处 然后呢,其实吃好宝宝以后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打算吃母乳 比如说我是打算母乳的话 其实吃这个也非常的好 那我会继续再吃下去 我已经买了第二盒了 好,那隐形眼镜的话呢 我是戴那种放大的隐形眼镜 因为我本来就要戴隐形眼镜的人 因为我有近视眼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 买的它是这个牌子的日袍 但是呢,我没有说只戴一次 因为我起码有戴两个星期 更以上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每天都有戴 但是这个颜色呢 是那种深棕色的 我现在有戴 我就觉得非常的自然 因为它那个圈的大小嘛 就是不是特别大 就看上去很假 然后颜色非常的自然 然后现在配我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好 所以我一直在戴 然后呢,就是 我就是每次都是等到戴 戴了以后就觉得 有点那个就是 戴了那些 戴了那些东西 就戴了不舒服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扔掉了 好,那在下面一个就是 我这个好像是在香港买的一个 棉花 棉花的 化妆棉 反正我也不知道 在哪里买的或者是多好用 因为很早以前用的吧 下面一个就是我 就是最近 最近又把头发染成这个颜色了 因为我 染这个不知道染过多少次了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 就染了深一点了 现在我觉得夏天的话 头发颜色淡一点更好看 所以呢 我又把我的头发染成这个颜色 然后了以后呢 很多人都会看得出我染头发 然后都说 这个颜色很适合我 就是很好看 我也就觉得 就是说淡一点的颜色 使得我的皮肤更白一点 因为夏天嘛 比较容易黑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染的真的是还不错 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如果附近 没有那个日本超市的话 我有只有在那个 网上订购 然后这个的话 我不会再买了 但是也是在网上订购的 然后这个也是在网上订购的 然后呢 这个其实现在 我家助力的附近 也没有卖这种 这种带颜色的眼镜眼镜 其实现在网上也可以再买 所以也是要在网上订购的 好吧 反正 很快的就把这个视频给做完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